136 《信報財經新聞》 期23 台南演出 2015年7月22日文化評論 C05戲上心頭將感滿香港劇團劇場空間 6月參加台南藝術節在文化中心原生劇場演出期23 結果理想,除了實現一次香港與台南文化交流 還遇到最佳觀眾,促使其23這個創作劇本更上層流 在最後一場,有研究日本為企歷史的大學女教師在座 演後他驚訝地說,他長期關注的日本歷史人物 竟然一一出現在香港這個舞台作品 A 實在奇妙,他們包括本欣芳受災 日本第一國首,井上孝平,外號本欣芳加一 二獅子鄧凡本欣芳讓對手四子 他便讓五子,目谷實,乖童遠 曾在遠舍對抗戰中,一口氣連勝十場等 此外,劇中環有重井石巾,陸軍大將 南京大屠殺責任人之一 在該劇中,性命改為重版石巾 他興奮提議,其23要在日本演出 哪樣變態鵬了,其23由將非凡編劇 在香港以廣東話以重演三四次 每次演出,劇本都趁機修改 主要在史實上補錯側漏 而人民性格和對白亦順忌 此外,突出劇本主旨 不在於爭論故事所講中日交戰中那南京一役 而是涵蓋所有戰爭 以棋局如戰爭其23故事虛構 港中日戰爭期間 日本天皇撤棋寫於獻兵部 召集23位最頂尖棋士 在棋盤上來演練當時在中國戰場上的各種變數和殺夫 C在該劇因A其社領導針對攻打南京那場戰役擺出一個棋局 讓每位棋手破解 在棋盤上,日方吃一棋子 便等同十五萬中國人 在演繹攻打南京那盤棋 棋手意見分棋 贊成與反對兩派人數軍等 雙方激烈爭論 要由第23位棋手來決定 這出氣內容不可思議 首先是張非凡從日本軍方角度來探討中日戰爭 會令國人一下子難以接受 這固然在中文文學謀語見 而內語在民族關係 也可能難令觀眾投入 張非凡自知各種問題 所以修正該劇的重點 不放在探討日本攻打南京是與非者點上 而是描述人語義、忠語說、羞恥心等人類宇宙性本質 其23超越民族情感 強調中國人日本人生命平等 正如其本上 黑紙白紙都是一樣 不分貴賤 其23過往在香港三次粵語演出 賣座都不佳 更少見輿論反應 多月前 該劇增應邀道上海演出 去到劇院彩排 才被通知要取消 而又沒有任何解釋 更是遺憾 其23者會在台南原生劇場演出 利用場地特色 先在劇場大堂連環播放幻燈片 打出中日戰爭背景資料和一連串數字 讓觀眾溫習當時歷史情況 身穿日本服的樂師許諾 盤座在幻燈幕旁邊的地霜 在大堂全體觀眾圍繞下吹奏起低尋尺八樂音 培養觀眾進入中日戰爭悲哀情緒 之後 他起身慢步走 帶領觀眾進入劇場坐下來 如此進場安排 成功帶領台南觀眾進入形狀昏 為恩 實在是神來之筆 此外 許諾一直盤坐在舞台左側後方 他即時為舞台上的劇情發展 吹奏赤白和製造音響來配合 效果極佳 超越民族情感劇場空間 此次到台南以國語演出期23 製作質素可說超水準 勝過在香港任何一場粵語演出 該劇講日本國家級歧視 各演員舉手頭觸說話都有板有眼 嚴肅認真 而模仿日語康調的半文半白台詞 本來便適宜以國語來念 可營造出更大張力 更吸引觀眾入戲 這一回 劇場空間向香港話劇團借章 找來前演員葉俊 現役演員王維 與資深的橋堡終於蘇玉輝全身投入 演後 橋竟然說就身骨痛 帶動新一代演員葉興華 盧敏森 劉庭君也提升演出能量 葉興華以一個月時間苦練國語 能在台上講台詞亨槍有情 知情者莫不宅宅清奇 今次期23能在台南演出 全德台南大學王院榮老師推薦 而台南文化局將之納入台南藝術節之內 台南香格里拉酒店也配合台南文化局 提供藉購優待 讓全部團員能以最佳狀態演出 怪不得導演如震球在長看和在舞台上 都誠心說我愛台南 其23獲得香港2015年最佳劇本獎 可視依然未引起任何討論 或許他的理想觀眾不在目前香港 該劇未來命運 看來會是繼續以國語演出 飛赴台北高雄 台中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美加各地 跟理想觀眾相會 我認為他在遇到理想觀眾後 得到各方反應和提議 劇本在作修正 才合水平翻譯成日語 到該戲有機會在日本演出時後 說不定還有可能各族日本官方文學獎 那時後 香港觀眾便亦切其代其23重演 出口轉內銷 這個古怪定律一直存在 沒有話說 圖片 劇場空間撻文 張錦滿號張錦滿號文化評論號戲 上心頭期23台南演出機 官司 ュー 感谢观看